第四百一十一掌 双剑合璧 只有林峰神色如常 一脸淡然地看着藏龙湖 但心里也苦笑不停 臭小子 卖队友都能卖得这么高调拉风 你也是人才了 常乐道尊的目光朝林峰看来 干咳一声 林宗主看来令高徒伤势未愈 尚不足以参加斗法比试啊 若完全是由 由你的那位记名弟子完成比试 输了无所谓 可如果赢了 对日月剑宗的李东涛和云梅 未免有些不公平 林峰微微一笑 常乐道尊所言本作很认同 不过现在就下定论 还言之上早 胡 常乐道尊目光清闪 视线重新看向藏龙湖 就见藏龙湖中 山顶之上一直看戏的小不点 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望向山下骂声不绝于耳的吞吞 对着他不满的说道 吵死了 这么一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真没用 吞吞感觉自己眼泪都快流成河了 怒吼道 你有用 你来试试看 哎呦 真忙着跟小不点对喷 他一个不慎 差点被李东涛一剑刺中 小不点撇了撇嘴 我要是没伤在身 还用得着你 有本事 你别受伤啊 吞吞气得吐血 他不仅要面对日月剑宗弟子 双剑合璧的攻击 还要跟自家队友小不点 斗智斗勇斗无耻 着实是郁闷的想死 李东涛和云梅对视一眼 脸上都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 云梅哀叹一声 跟这样的对手交手 怎么感觉赢了也很丢人呢 李东涛闷声说道 先赢了再说 说吧 两人手下同时加力 攻势一浪高过一浪 压得吞吞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小不点现在摆明了是在一旁看戏 他们自然不会浪费这个机会 先抓紧时间将吞吞解决 然后再收拾小不点也容易许多 但就在这个时候 小不点突然动了 还没吃完的半个灵果 被他直接塞入嘴中吞下 然后整个人仿佛化身一道闪电 瞬间冲下山来 杀到李东涛和云梅身边 云梅笑道 小兄弟考虑事情未免太简单了 就防着你这一手呢 一边说着 他毫不示弱 满月神光剑打开大壳 正面迎击小不点 就是要逼小不点硬拼 欺负他伤势没有痊愈 小不点立笑一声 吞吞 吞吞不满的叫道 少来 我再不上当了 你不上 我回山顶去了 小不点黑黑直笑 吞吞怒吼道 回头再跟你算账 说着 吞吞手一扬 如同万根金针 一起传说的太阳真火 飞了出来 洋洋洒洒攻向云梅 云梅却根本不理会 仍然气势汹汹的 和小不点对攻 他身判的李东涛 见势一转 替他拦下了吞吞的 太阳真火 日要见到 与太阳真火神盲 对碰在一起 就犹如两轮烈日对撞 火化四射 光芒万丈 几乎照得人 睁不开眼睛 小不点这时嘴角 却露出了一抹 不易察觉的笑容 风雷天动的 五道神通展开 整个人如同急风迅雷一样 在空中突然变相 划过一道折线 扔下了云梅 向着李东涛攻去 云梅心头 浮现出一抹阴影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他手底下一点也不慢 满月神光剑的力量 被催动到了极致 化为一道璀璨白光 直射小不点 犹如银河道卷 轻血而下 藏龙湖外 林峰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 而日要见尊 则微微醋眉 其他一众原神大佬 看着这一抹 脸上都露出 若有所思的神情 面对云梅这一件 小不点嘻嘻一笑 扬手打出琥珀金碟 放出妖虎惊魄 替自己挡下了云梅的攻击 云梅脸色顿时微变 自己本意是想唯唯救赵 迫使小不点放弃对李东涛的攻击 谁曾想 小不点却突然发出一头 金丹后期巅峰实力的 这个妖虎惊魄旧家 让他的设想落了空 这样一来 正跟吞吞拼出真火的李东涛 顿时陷入两面受敌的窘境 更让李东涛和云梅心头发沉的是 被小不点这样一搅和 竟然有将他们二人分割开的趋势 使他们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 无法相互呼应 湖外观战众人 大都莫名其妙 完全看不懂小不点和吞吞 为什么能在反手之间 把劣势扭转回来 只有少数几个人 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焦俊辰扶掌探道 精彩 石星云点了点头 李东涛和云梅的配合 已经非常默契了 见觉上的变化 法律上的沟通 都亲密无间 但可惜了 人与人终究不同 哪怕心意相通 特意相互配合 也无法保证 两个人随时都能保持 同一个想法 尤其是性格上的差异 会让他们面临 同一个选择时 做出不同的判断 流光剑宗阵营里 赵岩疑惑地看向陶瑶瑶 大师姐 这究竟是 陶瑶瑶一边盯着藏龙湖 一边心不在焉地打倒 李东涛和云梅 他们彼此之间 都会积极 互相援护对方 但是性格上的差异 造成他们选择的 援护方式不同 李东涛 性格沉稳 凡事不求有功 先求无过 所以 云梅受到攻击 需要她掩护时 李东涛的选择是 保守防御 替云梅挡下攻击 而云梅 别看是女子 性格其实非常主动 战斗风格 也偏向激进 当李东涛遇到威胁 需要她的援护时 云梅的选择是主动攻击 攻敌之壁酒 从而迫使敌人 放弃原有攻击意图 回护自身 陶瑶瑶的目光 落在小不点身上 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哼 那个小家伙 看来不是真的坐在山上 吃果子看戏 而是一直观察着 李东涛和云梅的战斗细节 他看出了这一点 并且有效地加以利用了 赵妍盯着藏龙虎 皱了皱眉 这么简单 就破了日月剑宗的双剑合臂 跟我 还有玄门天宗的那个小姑娘 当初可不一样 我们当时是真正的一条二 另一个同伴是指望不上的 陶瑶瑶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而眼前这个小家伙 还有那只纯学小滔天 他们两个随便哪一个 都有单独抗衡日月双剑的能力 那两个小家伙如果联手 正面和日月双剑硬碰硬 也不是全无胜算的 只不过要费力许多罢了 陶瑶瑶接着说 在这种情况下 李东涛和云梅 只要有一丁点破绽被抓住 那么这个漏洞就会被无限地扩大 直到变得彻底无法弥补 他收回了望向藏龙湖的目光 有些无趣地说道 不用看了 双剑合璧一破 胜负一分 那个小家伙用了最省力的方式 获得了胜利 陶瑶瑶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李东涛和云梅双剑合璧的组合 被破坏后 他们无力继续抗衡小不了和吞吞 坚持了一段时间 便败下阵来 小不点成功晋级四强 而吞吞也获得了 进入荒海古界的资格 藏龙湖外 天池宗阵营里有人懊恼地说 这也让那个臭小子过关 明明牧师兄都把他打成 内副重伤模样了 牧姬海脸色阴沉地 仿佛要滴出水来 宋庆元的神情反而很平静 仔细看的话 甚至还能从他脸上 看出几分轻松和满意 虽然获胜 但其实更多的威胁 都是由那头唇血滔铁造成的 这十天后 虽然看穿了李东涛和云梅 组合之间的漏洞 但事实上 真正打起来 他是位于辅助地位的 宋庆元心中笑道 而且就算这样 都逼得他使用了法器 我没记错的话 此前玄门天宗弟子对敌 大都是很高傲的 只凭自身法力神通 很少借用外力 此次确实已经到极限了 不足为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412章 精彩与沉闷 另一边玄门天宗众人 自然是欢迎小不点二人得胜归来 注意看着小不点 不停摇头 唉 你呀你呀 观察对方破绽 就观察好了 非要弄得那么扎眼 什么事都没耽误 挺好的 小不点笑着 石新云所言不差 若是独自同那对剑修交手 确实难度不小 不过 我也有帮手的情况下 就简单多了 他笑得开心 旁边的吞吞却彻底炸毛了 你还敢说 他小小的身躯气得一跳一跳的 指着小不点的鼻尖骂道 石天宗 你这个混蛋 现在黄海古迹的名额也拿到了 我要跟你好好顺算之前那笔账 真当陶天好欺负是怎么着 小不点儿瞥了吞吞一眼 黑然冷笑 你没有抱着出功不出力的念头 你没想过站到一边看着我让人家两个围殴 吞吞一致 他还真有过这种打算 但可惜执行速度没有小不点儿快 比不上小不点儿更坑更无耻 他声音小了一点 吞声说道 我当然没有 从始至终 都是我在跟人家拼命好不好 小不点儿嗤之以鼻 得了 我这一场就算打输了 我也能进黄海古迹 名额主要是给你弄 难道你还想不出力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吞吞还想反驳 小不点儿一句话就秒杀了他 金山鹿 黑灵椒 天河中玉果 紫玉瓜 赤火油 黎金元果 还有松针灵蛇 八针鸡 九星灵雀珍珠 与紫电雕 对了 还有青光藤 翡翠灵芹 和龙灵笋 吞吞咽了咽口水 故作高冷的哼了一声 哼 你 你说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你出卖我的问题 只不过 最后一句话立刻就让他露了底 说那么多也没用 你又没有 小不点儿抬头望天 悠然说道 马上就会有了 吞吞眼睛一亮 真的 在哪里 小不点儿看着他黑黑笑道 告诉你又如何 我看你没什么兴趣的样子嘛 你 吞吞吞小脸上 五官顿时挤成了包子 抓着小不点儿的胳膊 凶巴巴的说 东西都给我 最少分我一半 刚才的事情 我就不追究了 小不点儿一挑眉 想得美 我自己还不够吃呢 林峰没有理会这对活宝 而是对朱易说 小易 认真看这一场 注意观察每一个细节 朱易看着走向 藏龙湖的宋庆元和顾雷 缓缓点头 林峰的视线 也投向藏龙湖方向 心想 这一场 应该可以验证我的猜想 小不点儿 同日月双剑的比试之后 八强之战的第二场 便轮到天池宗宋庆元 对阵紫霄道的顾雷 从以往战绩来看 宋庆元强势击败了 宿敌北戎王庭的都坤 风头正进 而顾雷虽然是被自家师妹 李奎音保送进了八强 但也没人敢小瞧他 果然 双方从交手一开始 就打得火星撞地球 激烈异常 冰火交加 对阵电闪雷鸣 两人将各自师门传授 法术的威力 施展得淋漓尽致 不管是法术的破坏力 还是两人对法术的精细操控 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 令观战者大饱眼福 双方实力在伯仲之间 战得难解难分 几乎可以说是法会自金丹期修士 比试开始以来最精彩 也是最势均力敌的一场对决 战局的转折点 在宋庆元突然的一次近身突击 施展冰火二重申 以强横的肉身力量 击败了顾雷 紫霄道修士 脸上都露出了遗憾的神情 顾雷落败之后 不管是铸鸡期 还是金丹期 紫霄道在这届法会上 都无人能闯入四强 顾雷本人倒是比较洒脱 出了藏龙湖后 看着迎向自己的李奎音 不耐一笑 让你失望了 早知道还不如我认输 让你进八强呢 我又不需要靠这个来证明自己 李奎音轻轻摇头 要是换了我 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败在宋庆元手下了 哪能像你一样 跟他站到最后关头 正如李奎音所说 顾雷和宋庆元 联手贡献了一场 堪称教科书般的精彩战斗 令所有人都受益匪浅 心生敬意 顾雷虽然惜败 但也赢得每一个人的尊重 他的一群紫霄道同门师兄弟们 也只是感到遗憾 但还是一个个走上来 宽慰开解顾雷 另一边 宋庆元也因为与顾雷这一战 人气再次高涨 连续击败都坤和顾雷两大 堪称种子选手的强者 让他的四强席位 显得含金量十足 现在 宋庆元夺得投名的呼声 甚至已经要渐渐高过 朱毅和焦俊辰了 但林峰此刻望着宋庆元 嘴角却渐渐露出一抹笑意 我之前的猜想是正确的 除非到目前为止 他一直是在故步一阵挖坑 否则 此人确实不足为虑 可以从威胁名单中剔除了 林峰望向自己身边的朱毅 就见朱毅微微醋眉 盯着宋庆元的身影 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深情 看出来了 林峰笑着问道 朱毅答道 朱毅有了些灵感 但却如同雾里看花 不够真切 林峰一笑 稍微点了他一句 朱毅双目顿时神采大放 原来如此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要剩他 确实容易多了 也要提防他故步一阵 朱毅点了点头 师父说得没错 不过就算他在故步一阵 但布阵的地点 也等于已经暴露了 只要小心在意即可 林峰这时望向藏龙湖 接下来这场战斗 恐怕会比较沉闷啊 朱毅一愣 看着朝藏龙湖走去的 石星云与陶瑶瑶二女 沉思起来 同林峰不同 现场绝大多数人 对这一场比试 也是极为期待的 都认为这将是 不输上一场的精彩对决 陶瑶瑶 公认刘光剑宗 金丹七最顶尖的传人 早在数百年前 就已经成名 严格说来 他甚至跟参加法会的 大部分人 都不能算是同一代人了 连年轻一些 入门晚一些的 刘光剑宗自家弟子 甚至都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就更别说其他人了 数百年前 陶瑶瑶就已经达到 金丹后期巅峰的修为 距离结极不过一步之遥 精彩绝艳 不仅仅在流光剑宗 在整个九天剑盟里 都是挂得上号的超级天才 实力之惊人 以金丹后期修为 越境斩杀 原鹰老祖在当时就引起不小的震动 可惜啊 也正因为那一战 使得陶瑶瑶金丹险些破碎 不得不一直滞留在金丹后期 数百年 荒废了无数时日 但经过百年修养 陶瑶瑶虽然仍晋升 原鹰无望 却也恢复了自身原有实力 自参加法会以来 一路碾压 横扫所有敌人 以一敌二 挫败日月剑宗的双剑合璧 风头之境 少有匹敌 而石星云 在参加法会之前 名声不鲜 原鹰重云 金丹星云的说法 只在很小范围内流传 这一届荒海法会 那才是石星云 真正展示自己的舞台 而他 也着实展现出了 强悍的实力 同样是一路横扫对手晋级 连北戎金丹七 顶尖的神魂术士桑罗和 那也是败在了他手上 而且石星云 明显流露出 游刃有余的感觉 神魂之中 熔炼太古天龙龙魂 更让人对他的实力高看一眼 虽然他只表现出了 自己神魂强韧的一面 但融合龙魂之后 他修炼大秦皇朝的 武帝真龙秘书 必然事半功倍 更有独到之处 与驻鸡七的 岳红颜和刀玉婷相对 陶幺幺和石星云 也被誉为是 金丹七的绝代双书 不少好事之妥 都希望他们之间 能够一分高下 岳红颜和刀玉婷 没能较量一场 就被许多人引以为遗憾 第四百一十三掌 提前展开的决赛 而现在 金丹七的陶瑶瑶和石星云 碰在一起 那想来可以贡献一场 更加精彩的对决了 可惜啊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很多人期盼中的美女之间 激情对决并没有上演 陶瑶瑶与石星云一战 如林峰所说 过程沉闷至极 简单说来啊 就是一方玩了命的攻击 而另一方 却仿佛乌龟一样 全力防守 就是不还击 陶瑶瑶没让观众们失望 连行云流光剑都没有用 上手就是最强的刹那舰盾 深化流光 快到人肉眼完全无法捕捉 只能凭神识感应 藏龙湖空间内 就见一道道剑光在空气中交织成网状 之前的剑光还停留在人的视网膜上 没有散去 第二第三第四道剑光就已经出现了 而石星云的表现 就让人大跌眼镜了 保守到令人凸血 一切可能的攻击全部放弃 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防守上 抵御着逃夭夭 狂风暴雨一样的攻击 期待中的精彩对决 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攻防演练 除了刘光剑宗弟子看得热血沸腾连连叫好之外 其他大多数人都感到大失所望 与他们的预期那相差太远了 石星云唯一贡献的亮点 就是施展了一手震惊全场的法术 白 青 黑 赤 黄 五色光龙盘旋飞转 彼此连接成环 五行化生牢不可破 化为一座不朽的堡垒 将石星云护在中心 任凭外面逃夭夭攻势如何猛烈 五色屏障都不动摇 白龙帝书 青龙帝书 黑龙帝书 赤龙帝书和黄龙帝书 便是大秦皇朝五帝真龙秘书的五大分支 一般情况下的皇室子弟 能修成一种 遗数不易 石少前 修成赤龙帝书和黄龙帝书两种 便被誉为天才 而石星云 竟然将五种道法全部修成 如此天赋 堪称惊世骇俗 在看到他五色光龙齐飞的时候 整个会场都陷入沸腾 迫不及待想要看看究竟是石星云的五行光龙强悍还是陶夭夭的刹那剑盾犀利 可惜啊 石星云立刻就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五行光龙 只手不攻 仿佛顶着一个乌龟壳一样 任凭陶妖妖殴打 死活就是不还手 打到最后 陶妖妖算是彻底放开了 变成只攻不守 所有精力都用在攻击上 自身仿余漏洞百出 但石星云却就是忍着不动心 坚定一颗死守的决心不动摇 仿佛他上场来 就是为了跟陶妖妖打个平局的 低阶修士们看得郁闷 林峰石宗月等人却看得饶有兴趣 几位大佬都兴致勃勃的看着藏龙湖 朱翼和小不点 都宁神望着藏龙湖中投射的光影 那里映照出藏龙湖内正发生的一切 石星云的五行光龙防御圈不停收缩 渐渐已经看不清光龙影像 而像是一个纯粹的五色屏障 仿佛海碗一样倒扣在地上 而陶妖妖整个人都化身为一道流转不息的剑光 从四面八方各个方向攻击石星云 希望可以找出他防守的漏洞并加以攻破 俩人一个攻起来如同疾风骤雨 一个手起来滴水不漏 场面上看起来虽然是一边倒 但其实都展现出了出色的实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并不逊色于之前宋庆元与顾雷一战 他是故意的 看了半赏后 小不点突然说 石星云是故意放弃攻势 一心防守 以他的实力 若是真要和陶妖妖对攻 未必就会落在下风 朱一点了点头 认同他的观点 是这样没错 但那样一来 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 胜负难料 对攻的话 谁或胜都很正常 只要稍微有一个破绽 被对方抓住 就很难反败为胜 朱一缓缓说道 而这种意外性比较大 不够稳妥的战斗方式 显然不是星云想要的 小不点皱眉 但这种完全放弃攻击的打法 他是要求一个合举吗 如果是想要用这种方式获胜 除非他有别的打算 否则九手之下必有失 攻击方毕竟占据主动 俩人对视一眼 四目相对之间 目光同时一闪 异口同声 陶妖妖的惊丹 小不点右拳锤在左手掌心 恍然说道 原来石星云打的是这个主意 陶妖妖的金丹 曾经受过不可弥补的损伤 经过数百年的修养 虽然暂时已无大碍 更是恢复了实力 但是已经损坏的东西 毕竟无法和原来完好无损的相比 朱一连连点头 正是这样 短时间的战斗 或许不会有问题 但时间如果拖得太长了 陶妖妖受过损伤的金丹 有可能重新破裂 他望向藏龙湖 之前陶妖妖的战斗 都是在很短时间内结束 一方面是因为他实力强悍 一方面 想了也是因为他知道 自己不耐久债 所以每一战都狮子不兔 上手就用权力 从而在最短的时间结束战斗 石星云正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才报定权力防守 任凭陶妖妖放手攻击 要硬生生摸死陶妖妖 小不点疑惑地问道 可是 难道陶妖妖就看不出这一点吗 他就那么大摇大摆的 踩进了石星云的圈套吗 朱一文言也沉思起来 嗨 性格使然 林峰这时在旁边淡淡说道 陶妖妖可以不进宫 那两人就在藏龙湖里 大眼瞪小眼 对号到天荒地老 但对于陶妖妖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等于是自成攻不破石星云的防御 此女性格高傲好胜 是无法容忍这一点的 林峰笑了笑 对不来说 陶妖妖看出了石星云的打算 也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不出手 对于石星云来说 也没什么损失啊 大家一起比耐心就是了 石星云早就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缩头乌龟一样死守他都不在意 对号比谁先饿死 他就更不会在乎了 林峰语气虽然轻松 但诸一小不点 连同月红颜和杨青等人 都面露沉思之色 见他们这样 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 嗯 力量胜过对方 直接凭借力量撵过去就是了 但当双方力量层次相近 甚至完全相等时 决定胜负的 就是心智上的较量了 他转头看向藏龙湖 除非陶妖妖能有办法 击破石星云的防御 否则别看使他不停攻击 其实整个局势的主动权 是握在石星云的手里 只要不被陶妖妖破防 他最差也能得一个平手的结局 事实上 从陶妖妖这样连续不停攻击来说 法力上是陶妖妖消耗严重的多啊 所以现在石星云迎面更大 哼 问题在于啊 陶妖妖已经技穷了 他没有办法破开石星云的防守 话音刚落 藏龙湖内漫天飞舞的流光 突然消失不见 显露出陶妖妖的身形 他面无表情的 看着面前的石星云 平静的说道 这局是我说了 他上下打量石星云 再打下去 你就该反攻了吧 我的法力损耗比你严重得多 正常交手 也是败多胜少 陶妖妖突然一笑 不对 你不会反攻 只要我不停手 你就会一直守下去 直到把我拖死为止 五行光龙组成的屏障散开 露出一席黄山的石星云 看着陶妖妖 微微笑道 妖妖姐 承让了 少来 陶妖妖妖一审 白衣飘飘 已经出了藏龙湖 返回流光剑宗众人所在的地方 她的一众师弟师妹们都陷入沉默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414章 志同道合之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 陶妖妖这算是大热倒灶了 按照原本预计 他甚至是投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保底应该是近四强的超级种子选手 但却在八进四时被淘汰 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而本届荒海法会之前 一直较为低调的石兴云 随着这一场胜利声势暴涨 和宋庆元一样 石兴云的晋级之路 同样是含金量十足 不管是桑罗河 还是陶妖妖都是极为强大的对手 各大势力所属修士 不仅仅是金丹企和铸鸡企修士 就算许多元英老祖 对石兴云也是刮目相看 望向他的目光凝重了许多 石兴云回到大秦皇朝阵营 迎面就见焦俊臣笑道 嘿 陶妖妖肯定事后会找你再比一场 如果这一次进入荒海古界 妖妖姐能成功得到补天藤 修补金丹裂痕 那我以后见了她 一定躲着走 石兴云笑着说道 她看了焦俊臣一眼 该你了 等急了吧 焦俊臣神情坦然地点点头 嗯 很久没有这样 静不下心来的情况了 刚刚写了几笔字 才把心静下来 哦 石兴云笑了笑 祝你旗开得胜了 焦俊臣大笑 哈哈哈哈 借你吉言 说吧 便向藏龙湖走去 另一边 朱易也向林峰行了一礼 师父 弟子去了 林峰看了远方焦俊臣一眼后 对朱易说 嗯 此人是你境地 但与他一战 对你获益匪浅 当用心应对 稍微顿了一下后 林峰缓缓说道 与他交手 法术只是旁之末节 关键是上古如门道法 在大方向上的思路 你不妨细细揣摩 与你自身意念 加以印证 朱易眼睛发亮 微微笑道 多谢师父点拨 弟子心中有数 观战众人 见焦俊臣和朱易 相继向藏龙湖走去 全都来了精神 第三轮比试 之前的三场对决 可以说常常有亮点 现在轮到最受人期待的 第四场 顿时群情振奋 能进入八强的修士 确实都不是省优的灯 每个人都有能拿得出手的绝活 而朱易同焦俊臣的这场对决 更被誉为提前展开的决赛 便是元神大佬们 对于此战也很关注 独道尊诸葛光 便用法力传音 给常乐道尊问道 你说这两个小树呆子 谁会赢啊 他们俩可不是树呆子啊 常乐道尊笑道 教俊臣不用多说 已经将儒家精益 与天地治理融会贯通 仰浩然正气 后期薄发 一朝悟到 便是那朱易 虽然修行的是 玄门天宗的法门 但头顶也隐约 有文化之气显露 却不像教俊臣那样 直冲九霄 而是宁于自身不散 常乐道尊看了朱易 一眼轻声说道 他现在其实也处于一个 静养积蓄的阶段 一旦释放出来 就会一鸣惊人 我有预感 朱易若是此战能胜 焦军臣 或许就是他将积蓄力量 释放出来的时机 诸葛光一笑 诸葛光一笑 问题在于他能胜吗 常乐道尊脸上也露出笑容 六四开把 焦军臣胜算大约在六成 但朱易也不是没有机会 他脸上的笑容淡了一点 平心而论 玄门天宗弟子确实妖孽 朱易此时若是金丹中气的秀为 那他和焦军臣一战 我估计的胜负 可能就要颠倒过来 朱易六成胜算 焦军臣只占四成 诸葛光目光中 有许多意味难明的东西 玄门天宗弟子 各个精彩绝艳 但其他人都无所谓 关键是朱易和石天浩 这两人强势崛起 对于局势的影响 实在太难预料了 常乐道尊文言没有说话 但脸上露出身意为然的神情 一个是 大秦皇朝石氏家族的直戏子孙 一个是大周皇朝太师 玄机侯朱鸿武的儿子 虽然两人都跟各自家里闹翻了 但血缘这东西 有时候是很难说的准啊 两位元神大佬交流的这阵功夫 朱易已经来到了藏龙湖边 然后一跃而进 湖中焦军臣悠然自得坐在草地上 正微笑的看着朱易 见朱易进了藏龙湖 焦军臣手掌一抹 白色云气涌动间 突然形成了一件件乐器 漂浮在半空中 有钟 盘 琴 色 管 声 肖 桃 鼓 柱 雨 雍等乐器 共同奏响华美乐曲 雾气之间 隐隐有白云所画的鸟兽龙凤翩翩翩起舞 难得有志同道合之人哪 焦军臣端坐于地 轻唱古词 与乐曲舞蹈融为一炉 诗 乐 舞 三位一体 共同组成声势浩大的乐舞 似乎在迎接朱易的到来 朱易见了焦军臣这副模样 双眉忍不住轻轻一扬 大勺吗 看着藏龙湖中的乐舞 多数观战者都是一头雾水 感到莫名其妙 但朱易却在第一时间认出其来历 儒学六易 李乐舍玉书术中的乐 又称六月或者六五 即云门 大咸 大勺 大下 大户 大舞 六种古乐 焦军臣现在演奏的 就是其中的韶乐 见朱易认出了乐舞来历 焦军臣脸上 反而露出了欢喜的神色 果然是同道中人啊 朱易却没有笑 他静静观看聆听乐舞 半赏后点点头 不愧得之以哉 大以 如天之无不愁也 如地之无不在也 虽甚圣德 其谬以加于此以 观止以的评价 古人成不我期 上古 上古圣贤评价 少月称 近美以 又近善也 是觉得少月 完全隔绝了纷争 合乎理智天下的道理 朱易说到这里 画风突然一转 阁下在这里用出来 却是为了消灭我的斗志 令我不战而败 未免功力性太强 反而试了这大勺的本来风采 朱易双目熠熠生辉 既要战 那便战 诗出有名 无枉不立 战无不胜 说着 朱易双手轻轻一拍 一黑一白 两道气流 飞上半空 化为一面盾牌 和一柄战斧 在空中起舞 充满了力量的阳刚美感 一阵浩大乐声响起 节奏感十足 令人听了热血沸腾 行到近时 又有刀枪入库 指歌平息的安宁感觉 朱易口中长吟 却是一首 同为六月之一的大舞 大舞一出 焦俊臣的大勺 顿时节节败退 土崩瓦解 焦俊臣也不招脑 手一挥 收了云雾所化的鸟兽与乐器 神色从容 静静聆听朱易的大舞 圣贤言 少月尽善尽美 却言五月尽美不尽善 自是因为感到五月没有完全远离纷争 一曲奏罢 朱易平静地说道 但你我今日本就是要一争长短 我师出有名 无畏执行的大舞 远胜过你虚伪造作 粉饰太平的大勺 你有争胜之心 勺月便不再是勺月 又如何能胜过五月 焦俊臣府长探讨 哎呀 确实如此 听君一席话 我受益匪浅呢 谁知 朱易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话锋猛然再转 就算是真正的勺月 也未必就能胜过五月呀 圣贤言 勺月尽善尽美 评价五月稍欣一筹 那也只是他自己的看法 却并不代表一定正确 焦俊臣文言 眉头微微促起 嗯 朱易道友 你这话有些过了 朱易平静大道 没有什么过不过的 尽信书 不如无书 圣贤同样是人 既然是人 人力便有极限 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 自然也就不能保证 自己说的话一定正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四百一十五章 文人之间的较量 事实上 圣贤本身也是这样做的 并是老年时 也曾问到于小童 三人行必有我师 便是这个道理 道理越变越明 便是圣贤活过来 站在我面前 我会向他请教学问 但也会跟他 理论分辨道理 他说的不对 我也会驳斥的 朱易轻轻胆了胆衣袖 若无其事地说 我被读书人 天大地大 道理最大 圣贤也大不过道理 代表不了道理 说出来的话 我全是道理 君王错了敢实践 圣贤错了敢理论 这才是读书人 朱易的话语 在一些传统读书人耳中 恐怕会引起地震般的骚乱 将它视为异端 但焦俊臣并没有发怒 只是微微醋眉 盯着朱易看了半赏后说 天大地大 道理最大 这话说得好 君王错了敢执剑 圣贤错了敢理论 这也没有说错 圣贤教书欲人 传下无数经义 本就是为了开启民智 教育万民 却不是为了 交出满天下的应生虫 有人能指出他的错误 先贤圣人只会高兴 焦俊臣看着朱易沉声说道 但是他敢与圣贤理论 却不代表你一定是正确 圣贤一定是错误 固执己见 自以为是之人 这个世上有很多 朱易淡淡一笑 事实终将证明谁对谁错 不是凭几句言语就可以抹杀的 就算一时证明不了 日后也终会给出答案 焦俊臣脸上同样露出笑容 嗯 有理 那现在就让我们先正论 另一件事情好了 他原本坐在草地上 这时长身站起 足下一趟 白云流转 化作云车将他拖起 焦俊臣长笑一声 便向朱易冲来 对方少有的主动出击 朱易不敢掉以轻心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焦俊臣并非愤怒冲动 而是亢奋 精神状态达到了巅峰 就仿佛 闻思全勇 不吐不快一样 这个状态下的焦俊臣 无疑将展现出自己实力最强的一面 事实上 焦俊臣现在确实很亢奋 一方面是同朱易理论 一方面 则是因为朱易先前演奏的那首大舞乐曲 这首乐舞 焦俊臣自然也会 他本身就从六乐中分别参悟出一套法术嘛 有些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 朱易竟然也照葫芦画瓢 面对他的韶月 还演了一招五乐 不过是之前观看他使用过玉和舍粮法 然后再亲自接触到乐 朱易却已经可以领悟到这门法术的庙地 身为原作者 焦俊臣自然知道 朱易的五乐 其实跟自己的五乐是不一样的 似是而非 但从根本上来说 并无差别 源头都是上古六乐中的大五乐舞 这除了表现出朱易道法修为与悟性非凡外 更说明朱易本身对于儒学六异 也有很深的造诣 如此发现 让焦俊臣不由得见烈欣喜 俗话说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有些时候 文人之间的较量更加激烈 焦俊臣展开摄欲二法 人就如踏青狩猎一样 向朱易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朱易这时候 却没有在模拨摄欲的法朱加以还击 而是展开自身道法通焦俊臣交手 他记下了林峰的指点 并没有纠结于法朱的旁枝末节 而是认真体会焦俊臣道法中的道理意境 从双方最开始以乐武做第一波交锋 就将藏龙湖外众人看得是晕头转向 这次没有注意在一旁讲解 许多人啊 其实都看不懂其中门道 修为较高的修士 至少还能从双方法力波动变化上 看清来龙去脉 那些修为低的 那就是彻底的一头雾水云里雾里了 十少前出身大秦皇朝皇室 虽然是庞系子弟 但该寿的教育一样不少 只是他自幼潜心修炼 关于礼仪文化上的东西并不热衷 现在他看朱义和焦俊臣的战斗 就有一种物理看花的感觉 能比其他铸鸡漆修士看出更多门道 但也只是一知半解 不甚寥寥 黄姐 小医先生不占优势吗 十少前眼看石兴云眉头促起 不由得出声问道 石兴云一醒 轻轻摇头 不 焦俊臣现在是上风 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 十少前好奇道 那你干嘛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石兴云轻叹一声 唉 朱义比我 比焦俊臣 比所有人预想中都还要难对付 还要出色 他抬头望向藏龙虎口投射的光影 喃喃说道 他竟然在同焦俊臣交手的过程中 揣摩焦俊臣的道法与神通 关键是 他真的有所收获 这就实在让人有些吃惊了 他落在下风 不是因为他比焦俊臣弱 而是因为他一心二用 还在干别的事情 石兴云然 他想学上古如门的道法秘诀 并非单纯偷学 看这模样 只是想做个参考 其他山之石可以公寓的作用 石兴云目光中闪过幽色 就是这样才可怕 诸葛光同样传言给长乐道尊 这注意的积蓄已经足够雄厚 现在揣摩焦俊臣的道法 就仿佛要完成破茧成蝶的最后一步 借助自焦俊臣道法得来的领悟 捅破那最后一层膜 长乐道尊面色凝重的点点头 视线却不再看藏龙湖 而是转到另一边的林峰身上 就见林峰此时神情无比淡定 看着正在进行的鄙视 嘴角更隐隐露出满意的笑容 眼下正在发生的这一切 早在那玄门之主的预料内 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是出自他的授意 长乐道尊摇头苦笑 这玄门天宗到底是哪里冒出来 没有一刻不叫人吃惊 藏龙湖中 焦俊臣也已经有所察觉 笑道 虽然我乐于成人之美 但却也不愿给他人做踏脚石啊 说着 焦俊臣手下攻势愈发猛烈 打得本身就处于下方的注意 左之右处狼狈不堪 嗯 朱义心中微微一动 突然发现 自己招架焦俊臣的攻势越来越困难 到了最后 差不多达到举步维艰的程度 焦俊臣仿佛能看穿朱义心中所想 预先做出针对性的安排 甚至是布下陷阱 等着朱义自己往里踩 朱义凝神看起 就见焦俊臣口中念念有词 目光不停闪烁 仿佛是在不断地计算什么东西 原来如此 这就是术法 朱义恍然大悟 儒学六一中最后一意为术 即术论算术之道 焦俊臣从中参悟出法术 却是一门不断推算对手动向的神通 焦俊臣不会读心术 不可能凭空看透朱义心中所思所想 但他以数算之法 在眨眼之间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计算 推演出朱义可能选择的各种行动思路 与应对方式 每一种思路都按其可能性大小 从高到低做出排列 从而确定朱义最有可能选择走的一条道路 然后焦俊臣就果断加以针对 有地放始之下 就显得他仿佛看穿朱义心中动向一样 除了摄欲二法的攻击 焦俊臣还以纸带笔 在空气中随意涂抹 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文字 文字在空中凝结不散 凝聚了各式各样的道理和法力 向着朱义攻击 或是个困字 困住朱义的行动 或是个质字 令诸意法力流转 变得尖色停滞 各种各样的法力文字 不一而足 各有妙用 这是他领悟自《儒学六议》中的书法 一个文字便是一道法术 焦俊臣意态悠然 随手挥洒 道道法术层出不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诗六章 精神蜕变 朱义心头微微一动 玄机侯府大管事张海 也是以文字书法入道 所修成的法术神通 名为天人俘虏 倒是与这焦俊臣的书法 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海是元英七修士 单纯比文字法术的威力 更在焦俊臣之上 但法术的精妙程度 焦俊臣悠悠过之 此人书法造诣 要高过张海一筹 注意此刻心神灵动 奇思妙想分治踏来 很有心思想一些 与眼前战局完全无关的事情 但这些分杂的念头 却不会让他思维混乱 反而让他脑海中灵光不停闪现 虽然被焦俊臣压在下风 面对焦俊臣层出不穷的法术攻击 朱义就仿佛一艘惊涛骇浪中 不停颠簸起伏的小船 似乎下一个浪头打来 就有覆顶之载 可是朱义脸上神情不见丝毫慌乱 嘴角反而流出一抹清笑 目光中满是欣喜 此刻的他就如同一块包裹着厚厚石皮的美玉 而焦俊臣就仿佛工匠一样 一点一点为他剥去外表的石皮 让他真正的光彩展现在世人面前 外人看不见 但朱义内视自己的神魂 可以清楚看见自身神魂之中 仿佛燃起丝丝火苗 那并非法力或灵气所化的火苗 而是玄之又玄 肉眼不可见 神魂感知不到 只有朱义自身才能看见的 智慧之火 这些智慧之火燃烧起来 不断抵挡着朱义自身神魂 也熔炼分解 融合纪炼朱义 自出生以来所学的一切知识 细细揣摩不停参悟 道法神通 诗书经义 就连同日常生活所见所闻 对于天地大道的各种领悟 有时候脑海中突然蹦出来的某些奇思妙想 这时候都在智慧之光的燃烧下不断被分解参悟 然后又以各种方式组合在一起 在场众人除了早有预料的临风之外 对于朱义眼下状态把握最准的 便是他面前正和他斗得天翻地覆的焦俊臣了 焦俊臣无法彻底看透朱义现在的变化 但他自己有过同样的经历 昔日以上古如门道法修行 一朝悟道时的状态 与眼前朱义极为相似 都是一腔道理积累到了极致后产生重大蜕变 这让焦俊臣隐约可以意识到朱义此刻的状态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节点 鱼越龙门人人艳羡 却又有几人注意到 绝大多数鱼越不过那道门槛呢 焦俊臣微微一笑 嘿 你要借我力 那我就索性帮你一把 只是不知道你是鱼是龙啊 焦俊臣双掌法决一合 整个人气势完全不同 白色云气不停涌动 在焦俊臣身前隐隐形成一个虚影 这虚影高官古福 面目端方颇有古风 身高足有十丈 一股强大的力量意境从中传出 这是礼术的礼 也是道理的礼 融会了天下万千读书人的气概与信念 无数意志加持 仿佛图腾一般 儒学六意第一 礼 焦俊臣诉容道 宾 随着他的话音 那十丈高的虚影 对着朱义郑重一礼 滚滚气势压了下来 微而不言 令人心折 宾礼 无礼之一 用于朝聘会同 是天子款待来朝会的四方诸侯 和诸侯派遣使臣 向周王问安的礼节仪式 焦俊臣这一礼 既是作为大秦皇朝代表 迎接受邀参加法会的朱义 却也定下了双方宾主关系 将自身主动权牢牢掌控 进一步控制局势 奠定胜局 令朱义不战而心服 朱义欣然说道 多谢焦道友的盛情 面对焦俊臣六义最强的礼义法术 朱义完全不拒 不仅不被压服 反而精神进一步蜕变 受古风礼习礼 感受上古气象 令他对于自身领悟各种道理 把握得更加准确 朱义的双瞳之中 仿佛有光亮泯灭 下一刻又变得更加耀眼 他的左眼猛然变成漆黑一片 同人眼白全部消失不见 如同最为幽静的黑暗深渊 而右眼中却放出强光 璀璨夺目 不带丝毫温度 只是最纯粹 最原始 最明亮的光明 而他右眼的光明 则猛然一收 化作无边黑暗 如同永夜降临 将天地万物全部吞噬 暗即生光 光即生暗 朱义同时将光暗两种力量施展出来 然后又将光暗逆转 产生了一种近乎扭曲撕裂的强大力量 这股扭曲撕裂的力量 却没有丝毫狂暴的感觉 而是令人感到一种气质高洁的奇妙寓意 朱义挥洒自如掌控这股力量 在空间中化为一个又一个斑驳的文字 光暗掺杂 看似杂乱 但光与暗之间互相绝不干扰对方 最明亮的光与最静谧的暗 静位分明 却又交融一体 这些文字在空中不停排列 仿佛组成一个复杂无比的巨型法阵 却又仿佛一篇文采斐然的道德文章 仅仅是刚毅成形 便震得焦俊臣法力所化的实障人像 不停颤抖 产生要崩塌的征兆 在朱义这篇文章成形的过程中 竟隐隐有华美一乐声响起 鸾鸟和鸣 泉水潺潺 焦俊臣脸上首次露出金融 你这文章足以引起上古圣贤惊叹 是文华之气与道法之力最完美的融合 好 焦俊臣连连连点头赞叹道 大周皇朝明年的科举 你若是不能高中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文押众人 一举夺魁了 其他观战之人都只能感到朱义接下来 要施展一门威力超凡的神通法术 但唯有焦俊臣才能真正看明白 这个法术中蕴含的道理意境和其中原理 焦俊臣的赞叹 朱义听了脸上却无喜色 反而满是遗憾 可惜我积累仍然不够 当着焦俊臣的面 朱义也不隐瞒 这篇文章我眼下无法全部完成 只能做一个开头 那确实太可惜了 焦俊臣也扼腕叹息 不过即便如此 你这篇文章也足够不凡了 说着焦俊臣双手法诀连变 宾里不足以应对你这篇文章啊 在他的法力催动下 身前十丈高的虚影突然背脊一挺 体型再次膨胀越来越高 执掌到足有百丈高度 高官古福顶天立地 急 焦俊臣一声低贺 百丈人影郑重一礼 气势惊人 如学有六义 礼义排第一 礼义有五礼 吉礼为最高 吉礼是五礼之冠 乃是对天神 地知 人鬼的祭祀典礼 记人鬼 记先王 先祖 地记先王 先祖 春祠 秋长 想记 先王 先祖 焦俊臣神情肃穆 身前百丈人影 紧接着又是一次祭拜 气势再次狂涨 记地支 记设计 五岳 记山林川泽 记四方百物 记诸小神 焦俊臣双手围龙 和百丈人影 一起做第三次祭拜 整个藏龙湖空间内 风气云涌 天地意志 都仿佛被加持到他的身上 使他整个人流露出一股 天人合一 执掌苍穹的气魄 四天神 天道主宰 四日月星辰 四思中 思命 与诗 极礼之下 无穷大道镇压 竟然压得朱毅那篇京士文章 都要无法成行了 光暗文字不停纷飞 却无法继续书写文章 此消笔掌之下 焦俊晨的个人状态 不管是法力神通 还是精气神 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神情肃穆 脚踏云车 隐隐有孪生相鹤 直道而行 向朱毅吉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 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七掌 朱毅的人道大事 云车行程过程中 焦俊晨口中长吟 脚下踩着悬傲的不点 竟然就在云车之上起舞 朱毅看见他的舞步 身体微微一震 这是云门之舞 六月之中最为古老的云门大类 传闻之中早已失传 只留取名 想不到今天 竟然可以再次见到 焦俊晨驾云车 奏响云门乐章 右手挥散 一个又一个文字 在空气中浮现 却正好是 李月社狱书数六个文字 数算之法 也被他施展出来 不停推算朱毅的应对措施 一道又一道光剑连珠而发 目标直指朱毅 法术看似杂乱 有利分则弱的可能 但这一切 在极力力量意境的加持下 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 六亿之法 荣于一炉 铺天盖地 向着朱毅袭来 仿佛天地翻卷 整个世纪化为滚滚洪流 充满不可阻挡的感觉 朱毅举目四顾 竟然产生孤独一人 举世皆敌的感觉 焦俊辰六亿其出 却没有丝毫纷乱的感觉 反而凝聚在一起 共同组成一股大势所趋 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 强大力量意境 在这一刻 万千如生 古今先贤的精神意志 仿佛都和他融为一体 加持在他的身上 形成一股誓 誓 不可阻挡 不可违背 朱毅面对这一集 光暗文字所写就的文章 都摇摇欲坠 书写不下去了 藏龙湖外观战众人 或许无法理解 焦俊辰营造的这股势头 但却都可以感受到 他这一次攻击的强大 那种施不可挡的力量意境 震撼着每一个观战者的心灵 就算是许多元英老祖 看到这一集 也都变了脸色 心惊动摇 坠坠不安 必须至少元英 终其修为的修饰 此刻才能做到 心神不动摇 但全部都脸色凝重 宋庆元眼睛死死盯着藏龙湖 看来终究是焦俊辰更胜一筹 这场比试 朱毅败了 玄门天宗也败了 他此刻心中有几分沉重 又有几分惋惜 虽然可以看出 焦俊辰今天可以打出这天人合一 融合大势的一击 多半也是受了诸意的刺激 但焦俊辰本身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让宋庆元没有把握应对 同时宋庆元也在惋惜 打破玄门天宗神话的 终究不是自己 这项光荣将要归焦俊辰所有了 连小布点 月红颜和杨青 等玄门天宗的同门 望着藏龙湖都面现忧色 焦俊辰这一招给人带来的压力 实在是太过巨大了 师父 杨青焦急地望向林峰 却见林峰不仅不担忧 嘴角反而露出了一抹笑容 林峰看了几个图里一眼 轻声笑道 你们二师兄赢了 周围所有人听到这句话 尽急愕然 然后就见藏龙湖内的朱易 面对倾天之势的焦俊辰 宜然不惧 反而步步向前朝着他迎了上去 人道大事 从来不是墨守鼓里 随波逐流 朱易一步步前进 不急不缓 但却充满了永不动摇的决心 随着他的前行 一道又一道黑白相间的法力气息涌出 在他脚下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祭坛 黑白交加 一道道明亮刺眼的光线和一道道灰暗幽深的黑线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好像天空之中星辰运转的轨迹线条 共同铸就一个巨大的祭坛 祭坛似漫图罗花又飞漫图罗花 光暗两重力量意境达到完美平衡 朱易立于祭坛之上 直面娇俊臣 冷声说道 既往开来 不断前行 这才是人道大事 才是我被读书人追求的事 探索的道理 他左手背在身后 右手在空中书写 光暗文字盘旋飞舞 之前未写完的文章一蹴而就 第一个段落已经全部完成 这段文章一成 虽然只是整篇文章的一个开头 但一阵浩荡精气散播开来 光辉遮盖日月 强盛却不凌冽 没有丝毫攻击性和威胁性 但就是让每一个看见的人 不由自主想要听从 舞蹈修饰气血凝炼到了极致 血气阳刚 深陷红光 如同蓄日东升 而朱毅这一段文章写就 却是文气四溢 精神融入文字字字诸击 充满智慧 此刻 朱毅浑身上下 文华之气尽显无疑 丝毫不让焦俊臣 专美于钱 焦俊臣的文华之气 是在头顶凝聚一道 气柱直上九霄 凝而不散 气柱内无数文字涌现 化作华章 而朱毅此刻将一直压抑自己体内的文华之气释放出来 却是洋洋洒洒 弥漫 思野 如渊如海 每个接触到这文华之气的人 都可以从中领悟圣贤道理 万民不论咸鱼 皆可接受教化 光暗文字组成的不朽诗篇 同焦俊臣的六亿法术对撞在一起 没有多么激烈的碰撞 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 有的只是其中一方溃不成军 转眼之间土崩瓦解 焦俊臣平静望着头顶百丈高的人影 仿佛微楼一样 缓缓崩塌 他散去一身法力 向着朱毅拱手 诚恳一礼 在下受教了 朱道友有教化万民之宏愿报复 又能知行合一 我所不及 这一场比试 是我输了 朱毅没有丝毫居傲之色 而是郑重地还了一礼 他日我又所成 都离不开焦道友的今日之功 藏龙湖外 一众人看着朱毅和焦俊臣的交谈 陷入沉思之中 一法通万法通 条条大道通天 关朱毅与焦俊臣一战 虽然直至此刻 他们还是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但触类旁通下 已经触动了自己修道的瓶颈 多了几分平时没有的领悟 林峰等一众大佬们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全都心里明镜使他 观此战友收获的这部分门人弟子 就是各自门下悟性比较拔尖的那一拨人了 令林峰感到满意的是 自己一众门人 个个都心有所感 小不点和月红颜的眼睛中 都隐隐有光芒闪动 显然收获不小 杨青全身法力滚动 气海内风起云涌 灵台之上隐隐有丹顶虚应宁丽 竟然是因这一战的感悟 有突破筑基中期的意思 要晋升筑基后期宁丽丹顶了 林峰看了他一眼 磅礴一指压了下去 让杨青定了定神 中断了宁丽丹顶的过程 杨青猛然一醒 看向林峰 林峰淡淡说 你有八卦诸天大道葬 和太阴真结的根基 等你将为事之前传你的 另一门道法也参悟透了 方才是你定定的时机 多亏师父提醒 是弟子网撞了 杨青立刻明白过来 不由得有些愧疚 连连点头 弟子一定用心修炼 打牢跟机 绝不再轻率冒进 林峰笑道 傻小子 别交往过正了 你有如此悟性 为师高兴还来不及呢 杨青懒然一笑 林峰目光投向 藏龙湖内的注意 今天不是你突破 筑基后期的时候 但有人却已经积累足够 可以水到渠成 推开自己面前那扇 阻碍的大门了 他对着石宗月说 阿联王 本座有个不情之请 还望成全 石宗月神色 微微有些复杂 也在看着藏龙湖 听到林峰这么说 他沉吟了一笑后 凯然说道 如此也算本届发挥的一件美谈 老夫不介意成人之美 常乐道尊和赌道尊诸葛光 沉默不语 视线望着藏龙湖 两人眼中都闪着 复杂难明的光彩 其他元神大佬 也都看着藏龙湖 表情不一 第四百一十八章 疯子 蓝亭道尊面带微笑 北戎左贤王和日耀建尊 则神情复杂 天池宗宗主曹伟 微微醋眉 而霍家家主霍修 与流光建宗宗主 流光建尊 全都面无表情 就在这几句话的功夫 诸易于藏龙湖内 盘膝而坐 居于光暗曼陀罗 诸天大结界所化的祭坛之上 周身一道又一道 法力气息涌出 在他身体周围漂浮 藏龙湖中的海量灵气 被诸易源源不断吸入自己体内 由石宗月莫许 藏龙湖对他这种行为 并没有加以制止 而是采取了放任自留的态度 诸易体内 光暗一分为二的金丹 一半大放光明 一半幽暗深邃 静静流转 就在此时 轰的一声 自他脚底涌全血 突然燃起熊熊阴火 火势瞬间席卷他全身上下 最后汇聚于他的光暗金丹之上 不停燃烧 藏龙湖外原本莫名其妙的众人 全都瞪大了眼睛 诸鸡其修士们仍然不明所以 而金丹其修士和原英其老祖 则终于明白过来 诸易竟然是在同焦俊晨一战后 直接引动了阴火之劫 金丹初其修士 晋升金丹中期 要经阴火之劫 能渡过去 便成就金丹中期的境界 借助阴火 将自身金丹内的杂志 渣子全部清除掉 从此支柱通天 就是另一重境界了 可是如果渡不过去 那就是阴火焚身的下场 瞬间将自己烧成灰烬 看着诸易 几乎所有人脑海里 都浮现出一个念头 疯子 不管哪个金丹初期修士 面对阴火之劫 都要顺之又深 将自身状态调整到最好 然后才敢如履薄冰去渡截 就算有师门长辈看货 那也要小心再小心 谨慎再谨慎呢 可诸易 竟然在同焦俊辰 这等强敌恶战一场之后 选择突破渡截 这在不少人看来 实在是狂妄到了极点 只有林峰 石宗月等人才清楚 现在的诸易 正是处于他的最佳状态 纵使法力损耗严重 但是对于盗法的领悟 对于自身的掌控 无不处于当下境界的巅峰 一刻都不能等 多等一刻都是浪费 所以诸易连藏龙湖都不出 直接就在湖中突破境界 仿佛无比漫长 却又似乎只有短短一瞬 闭目端坐的诸易 突然睁开双眼 脸上露出孩子般纯洁的笑容 双手一挥 天地风雷 水火山泽八重雾像 突然在他身边凝聚 八卦物像之上 一黑一白两道气息盘旋 明暗交错 斑驳变换 这些物像 并不是诸易自身法力显化 而是他从藏龙湖内空间中 抽离各种不同灵气 凝聚而成的 支柱通天 沟通天地 任意抽取自身所需的灵气 看见这一幕 所有人都知道 朱易已经成功度过阴火之劫 晋级金丹中期 不约而同的 大家的目光在这一刻 在小不点 石星云和宋庆元三人身上 不停移动 他们现在迫切地想要知道 在朱易如此强势晋级四强后 谁将会是那个 与他抽到一组的倒霉蛋呢 朱易自藏龙湖中出来 回到林峰面前 先向林峰攻身一礼 然后再次朝着大秦皇朝方向 焦俊臣所在的位置 拱了拱手 焦俊臣回了一礼 然后便向石宗玉 常乐道尊和诸葛光 三位元神大佬行礼 平静地说道 此次与朱易道友一战 晚辈同样受益匪浅 更感觉之前读书 有很多道理 没有领悟透彻 所以晚辈决定回去 闭门读书 前修一段时日 接下来的法会便不参加了 还请三位道尊允许 会场一片哗然 石宗玉三人面面相觑 常乐道尊出言劝道 法会之后 你们还要进入荒海古界历练 古界千百年才开启一次 机会很难得呀 焦俊臣洒然一笑 与朱易道友一战 晚辈已经收获颇风 远胜过入谷界一游 现在正是要抓紧时间 消化吸收啊 石宗玉沉吟了一下后说 既如此你便去吧 焦俊臣向着一众元神大佬 分别行礼之后 又看向朱易 期待朱易道友参加大洲皇朝科举 状元极地的消息传来 说吧 转身走人 毫不拖泥带水 参加法会的一众人等 一时之间都议论纷纷 没有想到 朱易这一战 竟然直接把焦俊臣送回家了 石宗前目瞪口呆 焦先生就这么走了 与朱易一战 对他影响这么大 他身旁的石星云 面露苦笑 望向朱易和其身边的 小不点众人连连摇头 别看朱易现在还只是 清单中期的修为 但他大事已成 接下来将进入 飞速发展阶段 不出大的意外 已经无人可以阻止此人崛起 陈旧属于自己的传说了 石星云的观点 显然也是在场 大多数人的意见 大家都有同感 朱易的事 已经形成 顺势而为 不可阻挡 看着朱易 很多金丹七修士 在心底 甚至浮起一层恐惧的情绪 能结成金丹的修士 天赋如何先不说 心理素质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恐惧这种情绪 对他们来说 甚至已经相当陌生了 但此时看向朱易 却不由自主地感到心头发颤 在金丹初期时 就可以在金丹境界横着走 借助援英法器支柱 甚至可以硬扛援英初期劳走 霍明已经算是金丹境界 实际战斗力顶尽的修士 一样败在朱易手上 焦俊臣相较于霍明 还要更胜一筹 还曾一度压制朱易 但最后仍免不了落败 甚至以这场战斗 直接成就了朱易之后的修为提升 现在已经达到金丹中期境界的朱易 修为法力更上一层楼 在场的金丹器修士 又有谁是他的对手呢 很多人甚至在偷偷打量 自家的元英器老祖 而一众元英老祖们 看着朱易也神色各异 这下就连元英中期的大修士 表情也有些凝重了 焦俊臣在战斗中的最后一击 已经让一众元英老祖们刮目相看 朱易却仍然可以击败他 而这一战之后 朱易更由金丹初期 晋升至金丹中期 就不由得他们不重视了 更让大部分人忧心忡忡的是 一个老问题 再次浮上他们心头 如同阴云密布 现在就已经有如此惊人实力 那等朱易晋升到金丹后期的时候呢 等他结营之后 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万千道视线 汇聚在玄门天宗众人身上 更让部分人感到绝望 似乎 好像 可能 也许 这个宗门里的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潜力和实力 林峰看着系统中 飞涨的声望数值 满意的点点头 嗯 很好 这次法会 确实没有白来啊 他对朱易说 小易 坐下静静调息 稳固一下根基 你后继薄发 今天才刚刚是个开始 你之前积累丰厚 晋升金丹中期 不过是第一次释放而已 朱易笑着点头 师父所言有理 弟子也有相同感觉 说吧 当即盘膝而坐 温养自己刚刚度过 阴火之劫的金丹 常乐道尊干咳一声 哼 与法会上 比试完之后 立刻突破境界 这也算本届法会的 一桩美谈 这里先恭喜林宗主了 林峰微微一笑 哼 还要多谢安良王 常乐道尊和赌道尊慷慨 林宗主客气了 石宗月笑了笑 转头看向常乐道尊 四强已经全部确定 还是第四轮比试的抽签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谁见了都要绕道 躲着走 常乐道尊点点头 手一挥 四个名签在空气中浮现 分别书写 诸易 石天浩 石星云 和宋庆元四人的名字 看到这一幕 参加法会的一众修士们 又是齐声哀叹 四强之中 玄门天宗再次拥有两席 占据了一半的名额 更让人崩溃的是 人家一共就这两个人参赛 然后这俩人就全部打进四强了 而诸易之前的强势表现 已经让他成为冠军投名的 最热门人选 没有质疑 石星云评价他大势已成 至少在这届荒海法会上 诸易已经体现出 舍我其谁的霸气 人往那里一站 就让其他所有人都盼着 不要跟他对上 真正的暴死大魔王级别的待遇 打得所有人见了他 都要绕道躲着走 大秦皇朝和天池宗修士 都是脸色晦暗中 隐隐带着几分西技 不是掌他人志起灭自家威坊 他们现在都是由衷希望 自己一方的修士千万不要跟朱易抽到一组 退一万步来说 哪怕能战胜朱易也绝对是杀敌一千 自损999啊 即便惨胜 恐怕也无力再与另一组胜者争锋了 只能将冠军投名拱手相让 现在大秦皇朝和天池宗两家修士的共同愿望 就是希望常乐道尊抽签 能把朱易和小不点 这对师兄弟抽到一组去 怪物 那就让他们自家的另一个怪物去对付就好了 不过呢 也有部分人有不同的想法 那就是希望自家修士可以抽到小不点 毕竟不管是宋庆元还是石星云 之前表现出来的实力 那也是相当强劲啊 真要这俩人抽到一组展开对决 在大部分人看来 胜负还是很有悬念的 相反 小不点之前的表现 相较于其他三人来说 就显得偏弱一些了 尤其是他旧伤未遇的情况下 比方说 十少钱就是这么想的 但当他把这个想法跟石星云说了之后 却被自家一向端庄有礼的黄姐 赏了两个大大的白眼 如果要尽情一战 那抽到谁都无所谓 但如果想要进决赛 那只有宋庆元是最合适的对手 石星云淡淡说道 至于玄门天宗那两位 还是请他们内部解决吧 石少钱莫名其妙 黄姐 那可是石天昊 就算他伤势痊愈恢复往日巅峰状态 也不见得是你的对手 石星云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只是出神地望着石天昊 半赏后才低声说道 从目前来看 确实是这样没错 但我心中总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 如果天昊 他只有眼前这样的实力 那终其一生 他也没有去找那重统者 讨回公道的机会 因为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石星云难难自语 得了本属于他的至尊灵台 再加上石天毅自身 天生重统之力 石天毅的天赋潜力 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天昊自己心中 也应该有数才对 可是 我能从这孩子身上 感受到一种 昂扬无忧的信心 与精神状态 似乎完全不担心 自己无法找重统者报仇 这种信心 并非来自他那恐怖的 靠山师父 而是源自于他自身 说到这里 石星云越发困惑了 有这种信心 那他的实力 不该只有这么简单 但若说他隐藏实力 先前同木济海那一战 显到了极点 稍有差错 他必然落败 隐藏实力 也做不到那么极端呢 就在石星云心里 不停琢磨的时候 常乐道子 已经将四个名签 全部投入同屏 然后很快抽出第一个 正是小不点的名字 而他接下来 为小不点抽出的对手 赫然是天池宗的 宋庆元 这个签抽出来 天池宗修士的阵营里 竟然隐约响起一阵 压抑不住的欢呼声 在他们看来 这个签实在是太完美了 把朱毅交给大秦皇超的 石星云去头疼去吧 天池宗的元英老祖 和金丹长老们 回头狠狠瞪了那些年轻弟子一眼 他们这种行为 不是等于告诉别人 连自己人都不看好宋庆元 对上主意吗 虽然这些老祖和长老们 也在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但表面上的功夫 那还是要做的 不能如此就视若于敌呀 宋庆元神情沉静 无悲无喜 事实上 他正在检讨自己 朱毅此人 比我预想中要强 之前我以为 自己已经尽量高估他了 谁知结果却是低估 若第三轮他的对手 不是焦俊辰而是我 那当真不亦对付 他抬眼看向对面的小不点 那么我之前是不是 又低估了这个人呢 虽然他与木济海一战 最终结果确实伤得极重 但难免不会有什么隐藏手段 我的杀手锏 本来想留到决策 但现在看来 要视情况而定 该用的时候 不能保留了 宋庆元正想着 突然接到自己 师父曹伟的法力传音 清元 为师有事吩咐你做 等会儿你与那玄门天宗 十天号对决时 须记得一件事情 四强对阵名单已经出炉了 诸易对决石星云 这一结果 让大秦皇朝哀声遍野 而小不点则对上了宋庆元 在天池宗许多人看来 那是减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林峰心中暗暗觉得好笑 看向小不点说道 准备好了 过程可能会有点剧烈哦 放心吧师父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小不点笑嘻嘻地应道 林峰又转向一旁的杨青说道 看仔细了 杨青用力点点头 然后就见林峰右手捏了一个法绝 滚滚紫气再次将小不点笼罩住 只是这次紫气之中 隐隐有绿色光滑闪动 林峰的动作 石宗月曹伟等人自然也看在眼里 眼皮齐齐轻微一跳 太阴真水 周天紫气之中闪动绿色光芒的 正是太阴真水 林峰以紫气与真水合一 冲刷小不点的肉身 真水中蕴含的灵气 滋养小不点受创的躯体 在众人注视下 小不点的精神状态明显提升 小小的身躯中 以鼓荡起雄魂的力量 正在恢复到受伤之前的巅峰状态 太阴真水还有这种妙用 独道尊诸葛光和常乐道尊面面相去 两位元神大佬沉吟片刻后 一起摇头 嗯 太阴真水虽然可以滋润生命 但从未听说过还有疗伤的奇效 这应该是玄门天宗独有的道法 配合太阴真水之后 才有这样的效果 石宗月没有说话 但心中波澜起伏 深不可测的领导者 霸道难缠的洞府仙山 精彩绝艳的门人弟子 现在还要加上玄妙 惊奇的道法神通 玄门天宗 到底还有多少隐藏在水面下的 过人实力 当林峰收了法术之后 小不点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 已经再次精神百倍 除了气息有些不畅 能让人看出他之前受了一场重伤之外 现在的小不点已经同受伤前没什么区别了 这让一众天池宗修士都纷纷暗骂 显然啊 林峰和这小不点那是故意留了一手 在小不点同李东涛和云梅 那对日月剑宗修士交手的时候 故意保留了实力 如此一来 原先的软柿子瞬间变成了硬骨头 但曹伟和宋庆元师徒却同时心中一松 若这就是你们隐藏的底牌 那就不用担心了 虽然这么想 但曹伟还是提醒宋庆元谨慎应对 因为这一场比试不容有失 只能胜不能败 否则天池宗输出去的 将不仅仅是晋级决赛的名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420章 青出鱼蓝 曹伟看向林峰淡淡说道 之前的账目已经清了 林宗主可有兴趣再赌一场啊 林峰心想 来了 他神色不变 云淡风轻地说 哦 曹宗主有兴趣的话 本座随时可以奉陪 只是不知 这次曹宗主 可以拿出什么赌注来 曹伟说道 和之前几次一样 我们相互决定 对方的赌注 林宗主意下如何呀 林峰答道 哦 那曹宗主 这次想要什么 莫非还是看上了 本座玉京山上的 一块石头 不错 正是如此 林峰心中微微一动 曹伟如此执着于玉京山山石 但却又不是他自己想要 莫非是受人所托 替别人谋去 这却有意思了 那人会是谁呢 一边想着 林峰一边毫不在意地 一口答应下来 可以 不过 如果你的弟子输了 本座要你天池宗一对飞天雪灵 一公一模 林峰看了曹伟一眼 缓缓说道 两头飞天雪灵 都要腰帅巅峰境界 本座知道 你天池宗有 曹伟微微醋眉 还没说话 林峰就截断他说道 本座没要你那一对飞天雪灵王 已经留情了 你若不愿意 赌局便取消 飞天雪灵 是生自雪山天池的灵鸟 体型较小 与寻常麻雀无异 但战斗力却极为强悍 是妖族中翘楚 熊鸟名为飞雪灵 而雌鸟则称天雪灵 向来成双成对 比日月剑宗的剑驴还要紧密得多 一对飞天雪灵 不管雌雄 只要有一方死亡 另一方绝对殉情 所以 这种灵鸟数量非常稀少 万幸啊 这个种族的繁殖能力还算不错 但也只有天池宗 才养有高修为的飞天雪灵 世间仅有的一对 飞雪灵王和天雪灵王 就在天池宗内栖息 妖王级别的飞天雪灵 独一无二 而妖帅巅峰成双成对的 飞天雪灵也极为稀少 在天池宗内 算是重点保护对象 曹伟只是稍一犹豫 便点头答应 嗯 好 不过如此一来 阁下的赌注 要再加上火领兵时 阁下同意的话 赌约便成立 嗯 没问题 林峰也满意的点头 转头就看见小不点 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中 满是桃心 恨不得冲上来抱住他一顿猛亲 师父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臭小子 林峰哪儿还能不知道 这个小吃货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手指点了点他的脑门 用法力传音说道 别光惦记着吃 这是给你修炼用的 小不点儿微微一愣 一对铃鸟 还是腰帅巅峰 帮我修炼什么 伸法和断法吗 林峰笑道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别管是用来干什么 先努力迎下来再说吧 小不点儿笑嘻嘻地说 师父放心 看我的 林峰稍微想了一下后说 万一 为师说的是万一啊 那宋庆元也提出来 要跟你赌斗的话 别管他要什么赌注 只管答应下来便是 小不点儿眨不下眼睛笑道 那是当然 别管赌什么 最后反正都是我赢 说着 小不点儿便跳进藏龙湖中 在那里 宋庆元已经在等着他了 见小不点儿也进来了 宋庆元突然微笑着说 嘿嘿 将师和贵宗玄门之主之间 定下了赌约 我们做弟子的也操个热闹吧 此言一出 他顿时发现 小不点儿用一种很奇特的目光 打令他 宋庆元有些错愕 心想 我这话难道有什么地方 说得不对吗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小不点儿黑黑笑了起来 点点头说 没问题 读什么 宋庆元被他笑得莫名其妙 但还是定了定神 继续说 我的师弟之前与你交过手 你们当时定力赌月时 你提到我师弟没有圆英七法器 他手掌一翻 一面通体纯白 诡异盎然的圆镜浮现在半空中 整面镜子仿佛都是冰魄打造 静光闪动间 藏龙湖内空间水波一样的动荡 赫然是一件地地道道的 圆英七法器 宋庆元说道 这是我的圆英七法器 兵破寒光镜 我便以自己这件圆英七法器 赌你的圆英七法器 如何 你可敢跟我赌啊 此言一出 藏龙湖内的小不点还没说话 藏龙湖外已经响起一篇议论声 众多观战者都在窃窃私语 谁也没有想到 这宋庆元的赌性竟然这么大 要跟小不点赌圆英七法器 他们的修为都才只是金丹七境界 在这种情况下 手里能拥有圆英七法器 要么是气韵服源极其逆天 要么就是宗门重点培养 极为看重 专门赐下圆英七法器护身 对于金丹七修士来说 圆英七法器 简直是命根子一样的宝贝 提升自己实力的大杀器 荒海法会金丹七修士的比试 一律禁止使用圆英七法器 就是因为这等宝物的力量 在金丹七层面完全会是打破平衡 毫不客气的说 宋庆元全身上下 除了他自己以外 所有东西加一起 都没有那冰破寒光镜宝贵 说是除了他自己 那是将他未来潜力计算进去的结果 如果只算眼下 那把他自己加进去 也不够冰破寒光镜之前呀 宋庆元提出拿冰破寒光镜做赌注 最吃惊的人莫过于他的天池宗同门了 有那熟悉宋庆元的人 惊讶的这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 他们可是知道宋庆元有多爱惜那面冰破寒光镜 谁敢妄动一下 等着被宋庆元追杀到天涯海角吧 众人视线全落在小不点身上 心想 这小子不会跟着一起发疯吧 谁知小不点笑嘻嘻的直接一点头 好啊我跟你赌了 他手掌一拍 身上清光闪现 一尊三足小鼎与身体脱离 漂浮在半空中 正是青铜虚空鼎 看见这一幕 藏龙湖外的观众全部都风中凌乱了 这两个家伙 平时怎么没看出来他们赌性这么重啊 这不赌不要紧 一旦赌了 就是这种倾家荡产的赌法 毫不夸张的讲 这俩人之间的赌局 赢的人那是赚到盆满钵满 输的人直接就输到了破产卖血 裤衩都没了 就算进一趟荒海古界 也不是说就能捡到援英级法器 这样价值的宝物啊 相较于小不点和宋庆元的赌局 两家师傅林峰和曹伟之间的对赌 都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道法修为先不说 至少在赌性上 这双方弟子大有清除于蓝 胜于蓝之事啊 曹伟平静地看着藏龙湖 神色淡然 突然心中微动 捏碎一枚传音精石 法力与精石沟通 不露丝毫生息 法会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一个温和的男子声音 从另一端传来 我要的东西 和你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 都到手了吗 曹伟淡淡说道 经过之前的铺垫 距离成功已经近在咫尺 正系刚刚开始 有多大把握 对方接着问道 曹伟平静答道 六成 对于宋庆元与小不点一战 曹伟其实并不如 表面上那样轻松 实在是林峰与其门下弟子 层出不穷的手段太多了 经常这有出人意料之举 对方却是很满意的样子 六成已经足够了 即便失败 也不是全无收获 曹伟语气淡然 除了玉京山石 和那山顶宝树的枝叶 你还能有什么收获呀 那就是我的事情了 你只需要放心 如果赌输了 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传音经时中 传出中年男子温和的声音 你天池中所有损失 都有我补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本书 请订阅评论 分享专辑到朋友圈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